hello大家好,我是猫兵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款在当年让我感觉十分惊艳的动作网游大作《龙之谷》 这款由韩国开发商Identity Games开发的处女作 凭借着初衷的卡通渲染画风,3D5锁定的爽快战斗体验 在2008年韩国G4大展会初次亮相便吸粉无数 韩国游戏业界将其与第九大陆和洛奇英雄传并称为动作网游三巨头 由盛大代理的国服在2010年上线后也迅速取得了现象级的成功 公测第三天最高同时在线人数就突破了70万 可以说初到即巅峰 它也快速成长为了对盛大来说重要性仅次于热血传奇的支柱型产品 然而龙之谷却也不幸是盛大游戏拿出的最后一个端游爆款 成为了需要为公司业务发展不断牺牲和输血的对象 尽管盛大也曾做过一些努力来延续龙之谷IP的影响力 但是随着盛大自身的衰落,人才与资源不断流失 龙之谷端游最终难逃归于小众的命运,令不少玩家扼腕 今天我就带大家回顾一下龙之谷端游从诞生到衰落的全过程 耐心看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要聊龙之谷,肯定要从他的开发商Identity Games说起 相比于Next,NC South等一众韩国老牌厂商 成立于2017年的他,在彼时并不为大多数国内玩家所知 不过成立虽晚,他的核心团队却都是在韩国游戏行业打拼多年的老兵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CEO李恩祥 曾在索尼护与韩国当过游戏主题的营销经理 之后又在网禅担任过全球开发工作室的组织负责人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于行业前沿趋势有清楚的认知 并且可以调动丰富的人脉资源 龙之谷的制作人金云亨,曾是网禅名作奇迹MU的制作人 美术总监朴正直,曾是网禅大型FPS网游贺虚黎的美术总监 公司的技术总监,则是又曾在韩国游戏公司Fentagram开发了主机游戏 赤焰帝国十字军东征和99页引擎的吴泰勋 毫不夸张地说,龙之谷初代制作班底的水平已是彼时韩国游戏产业的顶配了 当然作为一家初创企业,NTT早期也面临过资金困难的问题 CEO李恩祥甚至将房子作为抵押,贷款了10亿韩元来维持公司运转 身为教师的妻子还安慰他说,如果公司发展不顺利,不用担心,我会养活你 幸运的是,后来公司还是陆续收到了来自Nexon和腾讯约100亿韩元的投资,解了燃眉之急 在资金无忧后,他们开始全身心投入处女座的开发 由于核心团队的技术和策划能力过硬,龙之谷在立项时的理念是非常超前的 甚至可以说在以主机游戏的标准来筹备 制作人金云亨曾在一次采访中分享到 《生化危机4》作为给他印象最深的游戏,在龙之谷的开发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比如龙之谷采用了第三人称过肩视角,并且融入了射击游戏的操作方式 玩家通过WASD来移动,鼠标移动直接控制视角 点击左右键来挥击武器或瞄准,这种操作上的迭代 完全解放了游戏的战斗设计 使得这个组得以摆脱传统3D网游中占主流的 选中目标后甩指向性技能的单调体验 龙之谷任何攻击都需要玩家用鼠标来进行瞄准释放 而以DNF、路尼亚战技为主流的韩国动作网游 也清一色都是靠键盘进行操作 对于龙之谷来说,市面上根本没有同类型的网游可供参考 这其中的艰辛探索自不必言 另外,靳云亨也坦诚表示 在动作设计方面,开发组充分借鉴了卡普空的动作游戏 在引擎方面,开发团队选择了欧美老牌设计游戏DOM的永恒引擎 技术总监吴泰勋凭借多年经验,带领团队对引擎不断进行优化迭代 不仅能让团队在持续升级引擎的前提下开发游戏 而且游戏的优化也相当好 靳云亨早在08年一篇采访中就提到了 08年G-Star展出的游戏版本已经可以毫无压力的装配在 英伟达GeForce 6000显卡的电脑上运行 甚至游戏最后于10年公测时,最低配置要求再创新低 03年推出的英伟达GeForce 5700也能玩 可以说,龙之谷的优秀是非常全面的 不仅从高质量主机游戏中吸收了设计理念 还在技术层面将产品的体验门槛压到非常低的水平 这都为其日后的爆火出圈打好了基础 在2008年G-Star展会上首次发布实玩版本时 开发组向外界明确表示,这会是一款3D动作MORPG 不同于拥有无缝大地图的主流欧美MMORPG 当时包括DF、洛英在内的一些韩国网游采用了名为MORPG的架构 即在游戏中会有一个充当玩家大厅的村庄或者城镇 玩家可以通过大厅附近的入口进入副本房间 尽管这样的架构使得玩家间的交互区域比较狭小 但这样的设计对服器负载的压力更小 也使得开发组能更专注于战斗设计 因此在当时受到了一些动作网游的偏爱 游戏的试玩版中就有战士、弓箭手、牧师、法师等四个完成度较高的初始职业 而且开发组也设计了职业转职系统 这么看龙之谷和DF确实是有很多架构层面的相似性 我曾和一位当年在盛大工作的朋友聊起他第一次在公司内看到龙之谷时的感受 他的形容是从未想过网游能做得这么精致、战斗能这么爽快 完全和当时国内网游拉开了代查 虽然公司高层没有对他表现出比其他产品更强的兴趣 但我的那位朋友和另外几个新进行公司的年轻人 都认定这款产品必然能取得成功 在试玩取得了极佳的用户和媒体反馈后 盛大、NHN、Japan等公司向Identity抛出了橄榄枝 希望能够获得游戏的海外代理权 最终龙之谷分别和盛大NHN、Nexon、America谈下了国服、日服和美服的代理合同 至于游戏的韩服则早在07年底就被Nexon提前锁定 经历了一年多的测试打磨后 龙之谷最先于10年3月在韩国亮相 上线后两周同时在线人数就突破了2万 被不少韩媒评价为时隔很久推出的精良作品 之后日服也在5月27日开启了公测 NHN找到了日本知名的歌手Cookie 现唱了主题曲《Rodot to Glory》非常好听 推荐没听过的观众完整欣赏一下 日服在公测当天创下了最高同时在线人数1.7万的好成绩 并在之后在线人数一度超越怪物猎人online 国服这边眼见韩服日服捷报频传 盛大对于游戏宣发的重视程度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从一份盛大流出的龙之谷公测市场推广执行计划中 我们可以看到 单公测节点 盛大就计划投入近2500万的营销预算 而根据Aidentity的CEO李恩祥透露 盛大前后累计投入约6000万在上线前做营销 这在当年绝对是天价 各大媒体的软文覆盖自不比说 就连网吧厕所盛大也不放过 在其地推方案中 盛大曾计划要在全国3万家网吧厕所 张贴漫画测贴 让入册玩家们都印象深刻 当然事后来看 对龙之谷来说 最有效的宣传手段 其实就是它的实际战斗视频 当时方星VI的优户等视频平台 让游戏在战斗方面的强项得到了充分曝光 眼见为时 这比写多少篇软文硬吹都要强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 这份方案中 也将同为动作网游的DF视为了眼中钉 并且相当务实地提出了 如遇到QQ停止配合投放的应急预案 其中规划的一些反制手段相当的没有下限 比如利用第三方手段 对普通用户搜索DFQ官网的请求进行拦截 并强制弹出龙之谷广告进行导流 又比如通过使用第三方工具媒体打包等形式 联合推广DF外挂DF私服网站 以达到变相拉动DF中时玩家和流失玩家跳反的目的 除了这些不太上得了台面的做法 官方也提出了那句著名的宣传口号 只要DN不要F 甚至几乎码发放活动的名字也叫 我爱DN不要F 在没有直接竞品的情况下 同为动作网游且人气不低的DF 自然成为了主要的拉新目标 2010年7月22日 国府龙之谷在开启不限号后 开启三分钟就有30万玩家涌入 游戏的百度指数更是创下业界新高 来到80万的恐怖亮节 而根据Identity Games CEO李恩祥 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信息 国府的同时代线人数曾突破百万 相比之下 韩国和日服的成绩简直不够看 国府的表现远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八月公测的32级版本 一直是不少老玩家心中的白月光 在阿尔特里亚大陆这片奇幻的冒险之地上 为了拯救拥有独梦能力的先知少女罗斯 大家一路过关斩将 从出生的魔法山鸡来到热闹的凯德拉 再到入城济迷路的神圣天堂 在旅途中结识了刀子嘴豆腐精的 银龙女王阿尔杰塔 隐藏金龙身份的屠龙英雄齐兰特 以及当时还是反派的 黑骑士贝斯科德等英雄人物 比起其他游戏里弱鸡一样的英雄人物 杰哥当年的实力 可是真能帮玩家单刷副本 而且战斗过场中 穿插的剧情演出CG 其专业流畅的运镜处理 搭配上模拟肩扛摄像机的抖动 让不少玩家都感觉像在看一部优秀的动画 龙之谷的关键剧情演出 在当时大概也只有 《魔兽世界》等少数顶尖作品 可以堪堪一笔 除了主线外 不少优秀的支线剧情也令人印象深刻 我还记得我曾经玩战士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叫做小妖精老头的NPC 他请求我帮忙救出他的五个孙子 我一开始心里特烦这老头 因为每次下部本只能救一个 要救五个就要浪费五次疲劳 在找回五个孙子后 这件事还有后续 由于黑暗精灵首领 艾琳娜为了攻打凯德拉关卡 抓住了他的几个孙子 并将他们改造成了怪物 悲愤交加的老爷爷 最终选择了也将自己改造成了怪物 艾琳娜同归于尽 回想之前老爷爷的搞怪 与最后一刻的决绝 我惊讶于游戏连小妖精这种低的魔物 也能塑造的如此有血有肉 之后我们还能在黑山 找到老爷爷唯一幸存的孙子小叔 为了让他不再被欺负 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魔鬼训练 去黑暗大君主的领地收集兽人的布片 陪他去救远方亲戚 随着游戏拥兵系统的开放 最胆小的小叔 后来成长为了独当一命的勇士 这样环环相扣的剧情任务设计 也让一批玩家逐渐成为了 喜欢考究剧情细节 或者编写同人剧情的剧情长 无所定的操作体验 也让PVP玩法成为了 核心玩家们最爱琢磨的事 特别是每天疲劳刷完以后 大家除了站街 聊天 跳房子 PVP就成了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 而且游戏还自带 对等级与装备数值进行平衡的设定 由于无所定机制 玩家必须控制好游戏视角 走位跳跃与技能释放 也有了更切实际的意义 也更考验玩家的顺时反应 在此基础上 玩家还需要熟练认识 并掌握无敌技能 最基础的 就是翻滚时的无敌针和浮空调整 进阶一点就是游戏有超级护甲这个概念 玩家在释放技能时 技能本身对应一个超级护甲值 以及一个破甲值 PK双方技能的对拼 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这两个数值的比拼 一旦超级护甲被击破 玩家就会进入硬直状态 基于隐藏数值的对拼 使得龙之骨比起当时市面上 其他纯比拼表面数值的PVP网游来说 更讲究对技能与动作的研究 因此 在对局中识别技能动作 猜想对手可能的出招方式 以及随机应变搭配连招破坝 就是一个PK玩家必须磨砺的基本功 最高竞技的玩家 还会根据局内计时 来卡对手玩家无敌技能的CD 进行反制出招 当然大伙也会研究一些连招骚套路 最有代表性的 像是战士玩家的无限踢墙流 利用墙体的物理反馈与浮空机制 在对手没有浮空的情况下 找好角度进行测踢 真能把对面活活踢死 考虑到EV1PK的门槛确实比较高 普通人还可以去最多支持8V8的团队PK里浑水摸鱼 后来推出保卫队长模式后 队员可以随便死 队长如何活到最后的规则 加强了团队PK的策略性 还有规则与CS Online生化模式类似的 食尸鬼模式 也为PAP增添了许多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 盛大甚至给艾登提里提出了研发DOTA玩法的建议 一度在玩家社区中引起热议 当然最后还是搁浅了 而专注于PVE玩法的玩家在当时也有不少美好的回忆 10年9月 国服开放了第二章节的第一犬巢学 第一犬作为32级版本的顶级副本 会产出第一犬套装与制作各种A级文章的材料 对于人均32B装备的大伙来说 这个副本数值给到的压力相当具有挑战性 由于当时龙之骨还没有出现数值膨胀的问题 使到那时的玩家会强烈的感受到动作与操作的重要性 同时第一犬无论是从体型 技能动作 还是怒吼时的屏幕抖动都能给到玩家极强的压迫感 不过随着大伙在经历一次次开荒过后 看机制躲避火球 各式冰弹和全屏黑雷已经是基本操作 要是遇到会用上升重力压制小狗的魔导 或者能熟练掌握顿挡时机的祭祀 那游戏难度就会下降许多 之后官方差不多每隔一个月 就会推出一个新的巢学副本 在第一个龙巢学海龙巢学推出之前 湿蟹巢学和天启巢学 平稳地承接了玩家的内容消耗节奏 在国服开局便取得了优异成绩后 盛大看待龙巢骨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 那时盛大正在面临缺乏新增长点的困境 国内市场老大的地位也被腾讯取代 之前推出的三项补强自研体系的计划 也收效甚微 为了提振市场信心 增强公司实力 更是为了避免出现当年 热血穿旗那样的版权纠纷 盛大希望将开发商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 于是2010年9月 盛大的第二季度财报中公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即盛大将作价9500万美元全资收购identity games 时任盛大CEO谈群招毫不避讳地说道 盛大与龙巢骨的开发团队三年前就结缘了 双方可谓一见钟情 他们是个非常特别的公司 很敬业 很聪明 有着远大的目标与理想 面对如此优渥的收购条件 再考虑到龙巢骨在韩国的人气并不算高 最后股东们在五家有收购一项的企业里选择了盛大 CEO李恩祥甚至还投桃报李地写了一份公开信 将这段关系从一见钟情的暧昧 直接抬升到了国际婚礼的高度 盛大最终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对龙巢骨IP的控制 然而收购敲定后 按理说盛大应该语言核心管理层定下一份对赌协议 至少在几年内将关键人物留住 而不是任期将股票套现走人 但不知为何 identity的出撞团队很快便纷纷离职 随着金银亨李恩祥等人在10年后陆续离职 游戏的开发组实力客观上确实被削弱了 这多少为后续游戏出现一些技术和开发问题时的响应问题 埋下了伏笔 尽管品质和战斗体验出众 但龙巢骨也需要面对很多网游特色的问题 比如副本难度设置 职业平衡性和装备敌代速度控制等等 而这些方面老实讲确实不够好 先说副本问题吧 海龙巢骨作为龙巢骨第一个龙巢骨 在40级版本刚推出的时候 由于每周挑战四处有限 龙巢骨内不能复活 以及高难度造就的低容缩率 导致长时间没有团队能通关 韩服早在10年12月底就更新了海龙巢骨 然而过了半年以后 11年5月19号 韩国的全球首杀才姗姗来迟 国服的首杀也卡在了三个月 才在5月30号由龙之风等玩家拿下 头部玩家尚且如此 普通玩家想要过关更是难于上青天 不少玩家都是后来五世纪版本开启后 通过数值压集才得以通关 劝退指数拉满 事实上彼时的韩芳新任制作人郑军铭也亲口承认 海龙巢驴确实难度比预想要高 其次是老生常谈的职业不平衡的问题 龙之谷刚攻测不久 就出现了骑士战士玩家的现象 这主要是因为战士特别是战神的技能 附带阵队、弹飞等机制不利于巨怪 而新手战士大都把握不好 使得队伍在深渊副本打不出3S评级 影响装备出货率 因此战士成了最早一批被歧视的下水道职业 在T3版本更新后 制作组通过取消遁挡持续时间 加强了牧师这个职业 牧师摇身一变 在当时变成了一个能buff能奶能剔的全能职业 四个牧师刷图远比其他职业搭配更有效率 这导致牧师玩家多到让龙之谷一度被玩家戏称为牧师谷 除了不同角色之间存在客观的强度差距 一些活跃于贴吧、多玩论坛 并专制于测评决策强度的意见领袖发表的带有个人色彩的引战分析 进一步加剧了玩家群体之间关于职业强弱的口水之争 而且随着50级版本新决策学者的加入 因为它的一些相较老四职来说超模的技能设计与判定 导致不少竞技场的PK房间公开打出老四职进学者的房间标题 这对不少因为新职业而入坑的玩家来说相当不友好 而新决策超模的现象却又普遍存在于后续的版本 导致平衡问题一直是龙智骨玩家经常挂在嘴边吐槽的话题 针对平衡问题 郑军铭也承认 平衡是一个无论怎么说都难以圆满解决的问题 似乎没有所谓刚刚好的平衡 我认为只能接收大量用户反馈 然后一点一点的进行调整 因为我们没有多少人在MORPG中体验过动作 所以新加入的员工也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 这也导致之前修改技能出现bug时 我们很难及时维护 前面说的几个问题在当时绝对不只有国服玩家在抱怨 彼时韩服进度领先于国服 不少愤怒的韩服玩家还斥责开发组 是不是在把韩服当作是测试服 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出来澄清 所有代理服都使用相同的客户端 并没有其他特殊的偏袒 当然他们不知道的是 其实国服玩家的体验更是水深火热就是了 这又牵扯到一个带来了很多麻烦的版本同步问题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玩家应该习惯了 因为本地化流程或者审核等原因 包括DF 魔兽世界在那的头部代理网游 几乎没有一款可以做到在第一时间全球同步更新 而盛大在10年9月宣布全资收购NTT后 为了彰显收购进度顺利 盛大宣布 国服在10月推出的40级新版本 杰兰特的振魂曲将会是全球同步版 然而先不说这只是一个等级同步 内容进度并不同步的伪同步版本 更要命的是 盛大匆匆忙忙赶这个伪同步的热点 却意外赶出了龙之谷最知名的沉传门bug 简而言之 这个事件缘取一个存在于副本沉没的货船里 不消耗疲劳就可以涌动循环刷副本获取经验的bug 不过要启用这个bug 必须要使用外挂 由于满级后经验会按一定比例转换为金币 这不仅导致了40版本 刚开却有一大批满级账号 而且大量的金币的产出 还导致游戏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由于开发商在国外存在沟通延迟 盛大直到bug被滥用两天后才紧急停服维护 除了对所有利用bug的玩家无视其情节轻重 一刀切的全部封近50年 盛大还联合号望角自动交易平台 一同来控制黑金贩卖 对所有买入黑金的玩家 也通通进行封号50年的粗暴处理 这导致当时相当一部分被误封的玩家 跑到315消费电子投诉网 对盛大进行集体投诉 影响十分恶劣 而距离陈船门过去不到一个半月 国服又爆出了一把龙弹钥匙 可以无限开龙弹的bug 也就是龙弹门 事后盛大运营方发表了一篇道歉信 信中写道 版本更新速度一直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游戏运营特点 但同时我们也发现 版本更新的速度提升也带来了一些不稳定的问题 之后我们将加大人员力度进行版本测试 力求将bug提前遏制在测试阶段 这番表态相当于承认了强行同步版本存在的弊端 事实上像是龙弹门 灵甲门 圣光门等新的问题 在之后也层出不穷 对不少玩家的体验产生了负面影响 再加上韩国游戏普遍没做好防外挂措施 像是我们之前录音节目里详细聊到的拖鸡挂 也在龙之谷里相当泛滥 除了让服务器卡断以外 也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 国服也几乎再也回不去公测时 一人民币兑换个位数金币的香草时代 当然bug频发并不是玩家们离开的主因 真正让大家不爽的 还是官方强推装备迭代压榨玩家的种种做法 从32级版本开始到50级版本 每次更新潮雪与龙本就会增添新的套装 游戏的高端装备迅速从A装S装迭代到了L装 而打造一套主流套装所需要的时间与精力 很快也跟不上装备的迭代周期 特别是50级版本 不少学生党辛苦培养的大号 主手武器还没有强化到加持 结果官方送的跳级号就自带加持A装 让玩家极容易产生强烈的挫败感 而且装备强化到加6以后 就有很大几率会被铁匠敲爆 于是官方又顺势卖起了保护服 像是消费指定数量点券 换装备自动强化加1 保护要消耗反点等活动盛大事没少搞 再叠加磁坠系统 潜力系统 以及后来整合两者的龙域系统 等深挖装备数值的玩法 官方逼刻的做法让大部分玩家举步维艰 更别提玩家生态也变得越来越数值向 因为龙之谷在迭代过程中 逐渐抛弃了动作网游的概念 新出的潮雪boss都是全程霸体 类似之前魔导重力压狗的操作 基本没了用武之地 开荒这件事基本是和平民绝缘了 而且不少玩家还挖出数值 直指盛大有暗改boss血量的嫌疑 同等条件下韩服能打过的boss 博服这边就是会狂暴 可以说如果不是能花几万 十几万杂装备的巨客 留给平民玩家的选择 基本就只有花钱坐车打装备 等到新版本一开 平民的装备基本就废掉了 然后又要花钱坐车打装备 在免费制的商业模式下 搞类似魔兽世界的装备迭代套路 大规模玩家流失 基本是无可避免的 到了2012年底 随着第九大陆 洛英也陆续进入国内 瓜分动作网游市场 以及英雄联盟的全面崛起 本身就问题产生的龙之骨 平均在线人数出现了大幅下降 百度指数也从巅峰80万 跌到4万左右 虽然每个大版本更新 和新职业加入 都能吸引不少老用户回流 但玩了一段时间后 就会逐渐走上不刻上几笔 就跟不上头部团队的窘境 被迫流失 更不必提如果长时间不登陆 盛大还有可能根据用户协议 不定期删除超过180天 不活跃用户的账号数据 直接连回归都剩了 另一边盛大为了扩大IP影响力 也做了一些尝试 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首先比较说的是 大电影龙之骨破晓骑兵 早在2012年China招爱上 就有消息披露 盛大将联合米利影业 打造龙之骨IP的电影三部曲 在2012年到2015年 那个国产动画电影的低潮期 盛大还是下了一亿元的重注 除了请到胡歌 景田与徐焦等明星 分别为贝斯科德 阿尔杰塔和丽雅等角色配音 还请到了张令颖 为电影献唱了一首 很好听的主题曲 《破晓之后》 制作阵容非常豪华 《破晓骑兵》 作为龙之骨主线剧情的前传 剧情虽有魔改 但大体上还是还原了 游戏世界观50年前 六大英雄屠龙的故事 电影于14年暑期正式上映后 较高的完成度 以优秀的素质 让大部分观众 给予了其国漫良心的评价 然而由于电影IP属性较强 且彼时院线对国产动画 缺乏信心 导致排片量不足 最后电影的票房 仅有5700万并未回本 而在第二部的制作过程中 盛大和米莉 又产生了一些 无法调和的商业分歧 最终盛大在16年2月发表声明 终止了与米莉影业的合作 并声称 龙之骨相关影视作品的授权期 已于2015年8月正式到期 这导致米莉不得不中途重改剧本 最后电影以《精灵王座》的名字 正式上映 《精灵王座》没有了IP价值后 票房更是只有破晓其兵的一半 但是电影通过讲好了 一个爱情故事 以及更上一层楼的画面表现 仍然取得了不错的口碑 可是盛大和米莉 这样两败俱伤的结果 也让不少IP粉始终一难评 除了大电影外 龙之骨在夜手游领域 也有不少动作 早在2012年 Identity Games 就曝光出了一款暗黑赖克手游 龙之骨迷宫 2013年掺的招爱上 盛大方负责人熊猫哥 还曾曝出龙之骨IP夜游项目 龙之骨勇士 在2015年盛大举行的龙之骨品牌发布会上 官方更是一口气 公布了四款龙之骨IP新手游 除了龙之骨迷宫 其余三款分别是与电影破晓骑兵联动的 2D横版ARPG 龙之骨破晓 休闲点击类的龙之骨Type 以及复刻端游体验的龙之骨觉醒 其中值得一说的 只有龙之骨觉醒 它其实就是后来那款 由盛大授权上海欢乐呼吁研发 腾讯于17年发行的龙之骨手游 尽管在去年已经停服 但是它曾创造上线首月流水超10亿的成绩 2017年上半年累计流水更是突破20亿 算是兑现了这一IP曾经的影响力吧 如今龙之骨国服已经走到了第13个年头 游戏之前也凭借登陆VGame 重新收购了一波热度 然而由于运营方胜趣不断搞出诸如 削减玩家日常委托的收益 搞团购服带公开卖金 下调龙域调律等国服特有的调整 让不少回归玩家的体验并不够好 对于新玩家来说 龙之骨本身的画面也确实已经有些过时了 上手曲线不平滑 干度也比较高 想入门确实还是挺困难的 如今还留在游戏中的老玩家 留下的原因 大概还是因为有着一群能说话的朋友 又或者这里有一份多年前的美好回忆吧 最近玩家热议的龙之骨回忆服 虽然官方宣布将让动作要素回归 但目前也仅爆出一份战斗系统相关的宣传片 考虑到复配点未知 以及回忆服是否会再次从动作导向数值 因此大伙还是谨慎观望吧 总的来说 龙之骨确实是个有些高开低走的产品 其出版内容扎实新颖 盛大的营销不遗余力 铸就了短暂的辉煌 然而在此之后 由于初代开发组远走 产品的探索逐渐进入了深水区 在内容迭代上屡屡犯错 而国服这边 由于盛大自身处于一个下行周期 龙之骨玩家确实是没少被运营压榨 导致游戏寿命和影响力不可避免的缩短 尽管盛大和开发商也做过各种各样延续IP寿命的尝试 比如做电影 做动画 做小说 做手游 但是除了破晓奇兵和龙之骨手游外 其他的尝试都难言成功 更说不上持久 以至于如今再提起龙之骨 玩家们固然会认为 他是那个网游同志化年代带来的一缕新风 但同样也为他的快速归于平庸而感到惋惜 只能说 最终还是败给了时代吧 好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